臺灣汽車市場六月 雖然是傳統銷售旺季 但攤開成績一看 領牌總數四點一萬多臺 跟上個月相比微幅成長 比去年同期少了百分之一點九 只有業者認為 可能跟年輕人都跑去買房有關 但專家卻有不同見解 今年上半年本來發表的新車 就比較少 那馬力稅是怎麼樣呢 就是譬如說你買一臺三百萬的電動車 他馬力可能五百批 那麼你必須一年要繳交十幾萬的稅金 這對應到原本的課程 他根本就不可能會負荷這樣子的價格 電動車馬力稅跟養車成本 都成為車市無法顯著成長的原因 反觀房市在臺股持續創高 以及新情安政策的加持下 讓今年上半年六都買賣移轉動數 達十三點六萬戶 大增百分之二十七點六 創下十一年來新高 部分年輕人偏好先買房 也是因為房子相較汽車屬於保值型資產 長時間來看就有高額買賣價差 一來一往差了超過百萬元 看看一到六月六都房市交易數量 相較去年表現雙北臺中增幅 都只有兩成左右 臺南高雄則都落在四成上下 認為在高價區 或者是部分已經這個潛力發揮 相對比較空間有限的這個區域 我們看到未來可能會出現價格 或者是量的上面的修正 房市車市表現呈現兩樣型 凸顯政府政策與民眾的購買意願 脫不了關係 三例新聞 張用辰一例請台北報導